社會案件在永和發生行車糾紛 但當事人是日前槓上一人吳宗憲的里長 數號晚間他買完東西 切車要回家遇到後方來車 雙方有行車糾紛擦撞 里長起身之後疑似罵了髒話 引發對方強烈不滿 拿武器辣椒水直接攻擊 三名頭戴安全帽的男子 一路從馬路扭打進店內 後面兩人手上男武器往前砸 店員見狀想要勸架 一分鐘後兩名男子走出店外 被打的男子已經站不起來 雙方在路上發生擦撞引爆衝突 只是警方到場發現被打的人 竟是槓上一人吳宗憲的里長 15號晚上9點多 他因為牽車不小心撞到後方行進的機車 雙方連人帶車倒地 但里長起身後疑似罵了髒話 惹得騎士跟後方的友人不滿 拿出武器還有辣椒水攻擊他 里長投進店家 但兩人還是不斷追打 他就會說你是在凶什麼 準備要拿起手機 要打電話報警 結果呢 辣椒水就直接從我頸部背後 就直接從我頸子後面 一路呢環一圈過來 甚至伸到安全帽里 受出傷勢 手臂膝蓋背部都有傷 甚至影響到首部活動 質疑對方早有預謀 里長一怒之下提告對方 殺人未遂 騎士也提出傷害告訴 上回是因為被藝人吳宗憲提告上新聞 這回又跟他人發生鬥毆糾紛 恐怕又得上法院 而這群人隨身攜帶武器 一言不合就動手 也引起社會紛擾 據說綜合報導